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战可能在货币金融领域是在更加残酷而隐蔽的战场上 而这可能才是我们最终决胜的关键 当地时间2月24日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旨在于计算机芯片、医疗设备、电动汽车电池和稀土四大领域审视美国供应链的行政力 分析指冲 这是美方正在加速与中国脱钩的表现 当地时间3月31日 拜登团队又公布了一项2.2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进化 白宫除声称要在基建领域战胜中国外 还计划加强本土电动车电池以及半导体等制造业的发展 这也是美方与中国脱欧的又一次尝试 除暗中出手外 在当地时间3月12日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上 美日印澳还明确提出美日澳出资 印度出力以抵制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计划 这已经是公开要与中方脱钩了 实际上 早在奥巴马时代 美国就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来孤立封锁中国 特朗普时期 美方保守派政客更是公开叫嚣 中美全面脱钩 尽管如今以拜登为首的美方建制派 精英重新掌权 美方政客仍然没有抛弃通过孤立和封锁 遏制中国崛起的幻想 然而今时不同往事 美国不是过去的美国 中国也早已经飞席 海外网4月1日报道 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方已经考虑在条件适当时 推出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 目前央行已经在与阿联酋和泰国等国央行 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测试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 拜登大概没了想到 轮到中方与美方脱钩了 实际上早在3月22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访期间 中俄就讨论了加速本币结算和建立独立于 SWIFT的支付系统等议题 无疑给多方树立了榜样 同时美媒也发现了不对劲了 参考消息 援引彭博社评论称 当地时间4月4日 美国斯坦福大学福佛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福格森表示 中国数字货币将撬动 美国在全球支付领域的掌控权 进而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 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中方亮出这张王牌后第三天 部分美国精英就已经十分焦虑和不安 不过他们的担忧都在悄然变为现实 据彭博社12日报道 知情人士通路 拜登政府正在加强对中国数字人民币计划的研究 一些美国官员担心中国的计划 可能会对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造成影响 知情人士称 在中国的数字货币的工作 正在蓬勃发展之际 美国财政部、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 都在对此事加紧研究 也了解其潜在影响 美国官员不太担心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结构 会立即受到挑战 但他们渴望了解数字人民币将如何发行 以及它是否也能够被用来绕过美国的制裁 彭博社称 数字人民币试点已经在中国多地推出 预计在明年2月北京冬奥会期间 会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因为届时全世界都会关注中国 此外 数字人民币的许多关键细节仍在变化中 包括它将如何发行的细节 彭博社指出 美国官员确信中国的意图不是利用数字人民币来规避美国的制裁 美元目前在跨境交易中的主导地位 使美国财政部有权切断一家企业甚至一个国家 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大部分渠道 知情人士表示 拜登政府目前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 来应对来自中国数字货币的长期威胁 然而他们表示中国的计划 也给美国创建数字美元的考虑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了解中国的计划后 美国国会议员也在对数字美元越来越感兴趣 并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听证会上询问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财政部长耶伦相关问题 鲍威尔在2月时曾表示 美联储正在非常仔细地研究数字美元 我们不需要成为第一人 我们需要把它做好 耶伦也表示 有兴趣研究数字美元的可行性 这与前任财长努母亲缺乏热情的态度有所不同 耶伦在2月的一次视频会议上表示 中央行应该考虑一下 发行主权数字货币 数字美元可能有助于解决 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普惠金融障碍 与此同时 数字人民币还有望走向国际实现跨境交易 在今年 SWIFT就已经与央行一起 在北京成立了合资的金融玩广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过去 我国所有的跨境支付交易 不管是兑换成什么货币 连通哪个国家 都需要到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进行中转 用SWIFT系统 我们的跨境贸易成本将大幅提高 而不用SWIFT 我们则无法进行跨境交易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于2012年开始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但金融战线的基础设施建设 从来都是比实现中的基建更加困难 CIPS的建设直到2018年才真正完成 其投入运行后 交易规模和覆盖的国家机构也很少 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末 CIPS只有33家直接参与者 覆盖94个国家和地区 算上间接参与者 也不过是16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银行 2019年 CIPS的系统处理量 也不过只有34万亿元 平均每天只有1357亿元 而美国在SWIFT系统 每天的结算金额都超过了2万亿美元 是人民币的100倍 在这样巨大的差距下 我们不可能直接放弃使用美元 或者要求其他国家都通过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但SWIFT在中国落地后 我们的跨境支付可以直接在国内完成 不必进行中转 而且依托SWIFT在全球支付市场的强大影响力 CIPS将可以吸引全球更多的参与者 并建立起更大的范围的 更便捷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网络和通道 让全球用户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得和使用CIPS系统 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简单一点说 SWIFT可以帮助全球人民 更加方便地使用人民币进行国际贸易 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个人愿意使用人民币 越多人使用人民币 那么人民币的信用和国际地位也就越高 离我们取代美元的那一天也就越近了 另外 当然不能忘记 我们还有另外一条取代美元的道路可以走 那就是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找到一种可以替代石油的新能源 并让其加入人民币结算体系当中 毕竟美元霸权的根基在于石油 如果世界的发展可以离开石油 那么美元的霸权就不复存在了 所以要取代美元 首先要取代石油 有观点认为 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二次电力革命 这将把我们带入电区时代 也就是用电能代替传统的石化能源 而电能是可以通过清洁发电的方式取得的 假使我们能够让新能源彻底补给 那么竟能够在美元石油体系之外 再建立一套人民币电能结算体系 彻底绕开美元 瓦解美元的霸权基础 只是这条路在现在看来并没有那么好走 我们现在也没有能够彻底摆脱 对于石油资源的依赖 不管怎么说 在全球货币当中 最能够取代美元的也许只有人民币 因为我国是真正独立自主的 我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各方面 都是独立于美国之外 自成体系的 网友开玩笑说 我们可以随时关起门来跟自己玩 因为我们国内就有着广阔的市场和自给自足的能力 从某些方面来说 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而对于北欧或者日本 他们虽然有着较强的经济实力 但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 实际上都依赖于美国 这就决定了欧元或者日元都不可能真正成为美元霸权的挑战者 而且 现在美国已经无法遏制我国的继续发展了 美国无法遏制我国的崛起 也必定不可能阻止两岸的统一 到了那时 我们将真正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 与美国平起平坐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币与美元的冲突是必定会爆发的 可以预见的是 面对中国这个好学生 气急败坏的美国为了维护美元霸权 必定将从各个角度挑战人民币 不过 既然我们决心走上挑战美元霸权的征途 相信我们的国家已经准备好了 既然暴风雨总有一天要来 那就让它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